5号上午市民时报在土城召开了创刊大会 有新北市新闻记者公会理事长张青林担任发行人 社会各界都有代表前来祝贺 张青林除了感谢大家的支持 也希望做出在地详实的报道来服务民众 而顾问之一的立法委员罗志正 也期许市民时报可以提供新北市民不同的角度来看新闻 因为市民时报成立 所以来了很多的长官贵宾 里面有党政兵以及企业界各单位的贵宾 我非常感谢他们在百忙中来这里给我们捧场 这是我特别要感谢的 同时也感谢社会大众给我们这个机会 给我们在媒体界能够有一席之地 在媒体竞争非常激烈的环境之下 我想能够创立一个新北报纸的确非常不简单 也需要很大的勇气 但是我想他找到一个很重要的利基点 也就是说从在地出发 换句话说能够从新北市的角度去报道新北市的新闻 我相信应该能够得到市民很多的回响 所以我们对这个报纸有很大的期待 虽然网路版为主 但是我相信它的效果更强 也能够让更多新北市民的声音被政府听到 政府的很多政策也能够让市民能够了解 而在创刊大会现场 沾发行人也一一颁赠名誉发行人 以及顾问聘书给各界贤答 希望在大家共同集思广义提供意见 让市民时报能越来越好 散播到各个有华语的地方 宗教新闻赵世渊土城报道